东北风的强度减弱了 所以中午的温度形态来说 比昨天都要明显的上升 北部的高温28度 南部地区到了30度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未来一个礼拜低温的变化 我列出来的这低温 最主要是在中部以北 我们先注意到 在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 因为冷空气偏弱的关系 夜晚北部的低温在19度 比昨天晚上的温度 还要再上升一度 但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东北季风要开始增强了 周六的早上封面通过 降雨在北部东部增加 接着礼拜六的晚上 这低温部分下降了到17度 可是礼拜天的时候 东北季风再增强 温度形态来说降到16度 最冷的时刻在周一跟周二 北部地区的低温15度 北部海岸线的低温14度 所以在周一跟周二的时候 长辈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要注意哦 到了下个礼拜三 气温才会略微的上升 所以日夜温差在明天的时候 相对的是比较明显的 礼拜六封面要接近 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云图上先注意到 云带的通过已经到了高纬度地区 现在目前是从江南到东海的位置 台湾上空云层量减少 各地天气晴了 中午温度在阳光照射之下 明显的上升了 来看到地面天气涂了 北方的高压系统东移了 分裂高压现在到日本南方 我们的风向随着风场 变成一个偏东南风上来 只有在东部地区早晚云多 西半部地区全部天气晴了 北方的高压目前纬度仍然偏高 但是到了明天的时候 有另外新的冷高压系统将要下来 礼拜六封面云带 就会通过北部海面了 所以北部地区周六转下雨 接着礼拜天的时候 温度开始下降 降雨的状况来说 在未来一个礼拜 从周六开始到下周三 北部东部都有些毛毛雨出现 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外岛马祖依然偏冷 到金门 澎湖 天气晴 台湾本岛部分全部都是天气晴了 但早晚的天气中部以北 是比较偏凉的 白天高温 北部26以上 南部到30度 小滴宁给您个提醒 特别注意啊 天气晴了 清晨会有雾咯 所以行车方面要注意 还有呢 早出晚归 骑车的朋友要保暖